其實你可以看到在高雄安這個事情 誰先出來首先發難 朱立倫先講先定調 他講剛剛大家都提到說 不要對在野黨的朋友落井下石 你逼著侯友宜只好出來傻眼的跟著講說 對啊 我們相信司法司法會還當事人公道 他講了一串 侯友講一串 絕口不提高雄安三個字 其實那個味道你就知道 差別在於說 朱立倫他一直念之在之主張藍白河 所以在剛剛你看看這個委員講了這麼多解釋 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這是一個司法問題 國民黨你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看待高雄安事件 你那麼多的政治計算 其實就一句話 就朱立倫想要藍白河 那所以對柯陣營組合 對高雄安組合 對郭台銘也組合 問題是對近半的人來講 對侯友宜是這樣想的嗎 在前面打仗的是我留 我是應該是主戰派 我應該要這個時候 不是應該要好好地批判柯陣營 批判高雄安 這個時候你才有才有機會力爭上游嘛 才有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變成這個稱為老二嘛 可是你確實要朱立倫先講了一個說 我們要這個不要對朋友落井下石的結果 然後這樣的聲援 你逼著這個侯友宜 也要變相的來力挺高雄安 這個狀況就告訴什麼 就看到了主戰派跟 組合派路線的差異性 那這個差異性就讓這個侯友宜 陷在那個僅僱咒裡面 到底我現在到底對柯 我對高 我對民眾黨 到底是要一個強硬的態度 然後趕上這一歲上老二 還是要組合等待朱立倫 幻想中的那個所謂的在野大聯盟 所以難怪會有藍營的人會認為說一切都等到郭台銘 決定要不要選再說 郭台銘真的絕對要選其他人 可能會跳車 真的會跳車嗎 郭台銘真的執意參選 他會不知道說 當他執意參選的時候 一定會有 他已經排算好 哪些人會挺他嘛 當他真的執意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等於代表著現有的這個藍營裡面 再再裂解一些出來 反而讓這個已經居於弱勢的 這個侯友宜更加的弱勢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可能算計上面 你如果真的拖到九月十月 郭正銘在跳船 一月就要選舉了 只剩一八岗兩 真的來得去選嗎 你侯友宜的零調 真的能夠撐到九月十月 還在等起始回升嗎 這些東西都是主戰派跟組合派 現在國民黨內裡面 真的紛紛擾擾的問題 而這些紛紛擾擾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看到 再往前看一點 徐耀昌 然後今天南投縣的這個副議長 潘毅全的這種講話 你就會知道有多少人對於國民黨黨中央 要用考計的方式來處理 這種所謂的感覺上就是覺得 我看起來看了就不爽 所以徐耀昌雖然表面講說 我是有感而發 可是這個這個這個國民黨 還是要用考計會去查 可是很好玩 第一 徐耀昌現在不在臺灣 去中國 去中國 對 他要一陣子才回來 那回來之後 我看國民黨說考計會說 我們會蒐集地方黨部 苗栗地方黨員的意見 還有這個苗栗地方 這個這個派系媒體的意見等等 我想一想 徐耀昌 怎麼做苗栗現場 這不會你啊 你蒐集苗栗地方黨權意願 搞不好都認為說 徐耀昌講得好 講得對 而且現在現場還是中東 講得對 講得好 就是要下降國民黨 那你考機會還要不要處理 雷聲大 雨點小 潘毅全這個更好玩了 潘毅全講說侯當選家一輩子吃素 哇 原來連這個這樣的講法恨鐵不成鋼的講法 都要考機會來處理 不要忘了南投縣議會的議長何勝峰 五月十七號 當天就宣布持續國民黨職 就沒有國民黨職了 你現在連吃素都要查 那是不是潘毅全說 我也要做國民黨的副議長 我也算一算了 所以整個看出來 可以看出來 地方還有侯伴 其實跟黨中央的這個朱立倫為主的主導路線 完完全全是兩個平行時空 兩條不一樣的路線在交隔 而這個交隔會持續地進行到 國台民才宣布嗎 我覺得不用之前這樣這樣 侯友宜就已經不斷地在往下談了 所以看起來侯友宜的危機在哪裡 我們從這一個新聞可以看得出來 防止藍小雞倒戈嗎 朱立倫下令立委提名人 數數核掛侯友宜的看盤 過了快兩週沒有人理 下令兩禮拜沒人掛 這很奇怪 到現在沒人掛 我們再看設置聯合看盤就給錢 侯友宜記二十萬補助 判藍營小雞掛競選合照 這個蠻有意思的二十萬 選舉過的人知道掛個看盤二十萬 真的是太肥了 太好了 看看民進黨 不需要軍令狀 民進黨不需要軍令狀 團結就是最強的戰力 桃園看盤戰 開打與母雞合體 成為焦點 我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的是民 民進黨 要跟母雞合掛 不要錢 還拜託母雞 我要跟你掛喔 你到時候不要講話 我就是要跟你掛喔 那能不能先照個像 讓我可以掛上去 這個蠻有趣的 明玉 怎麼差這麼多 我先講真是可憐 今天這個國民黨 這個侯友宜這邊 寄出說你掛四面看盤 我給你二十萬 結果記者就去訪問王洪威 王洪威說我不要申請 我不要申請 拜託 我給你二十萬 王洪威他說他不要申請 也就是說不限二十萬 我就是不掛 但是他有講一個理由 他說因為他的看盤 現在都是支持者去贊助的 那是不是支持者只想要掛王洪威 不想要有侯友宜 可是我這邊想要 這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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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個要不要給侯伴一個建議 說他們要不要倒過來 你要是不掛我看盤的 我罰你二十萬 這樣子會不會趕快趕快掛 對 因為你給他錢 萬一有人寧願被罰二十萬 那你這樣就有錢收 對不對 至少還有錢收 對啊 你缺經費啊 我倒覺得你是要反過頭 可是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我們第一次討論 這個侯友宜這個貫線下了 我記得我上禮拜也是在這個節目講 當時這個侯友宜去台中 跟這個台中的小雞 藍營小雞便當會的時候 那個江啟成就跟就跟他講了 他說我給你一個錦囊廟記 你只要這樣子做 你民調馬上可以回到三十趴 結果大家看到那個標題 就想說江啟成到底是什麼 給錦囊廟記 他說侯友宜 你只要跟到各縣市的立委 掛看板 開始掛起來 你民調就可以回三十趴 所以當時我們那時候就在講了 江啟成這什麼錦囊廟記 你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的SOP好不好 就剛剛勇哥講的 你其實這個包括民進黨 像上次何博文說 他還那時候還沒有跟賴清德 這個拍照的時候 他先用合成 先用合成 兩個人就趕快先掛了 所以這就是母雞你強不強 這就是一個很悲哀的一個地方 那回過頭來 國民黨現在悲哀的地方 就是講到那個徐耀昌 我覺得徐耀昌也蠻可愛的啦 他一開始說是口誤 現在說是有感而發 那你到底是口誤呢 還是有感而發呢 那如果說你是有感而發的話 接下來我覺得考忌會會非常的忙 因為徐耀昌這個案子九月份才要排進考忌會 你後面現在又來一個潘依泉 那潘依泉你現在是有感而發嗎 你看如果有感而發的話 接下來林根仁要不要有感而發 林明珍要不要有感而發 謝福宏要不要有感而發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是林明珍吧 因為潘依泉完全就講出林明珍的心聲 當我需要你的時候 你在你現在就是無情的關公 所以等於說潘依泉是講出大家的心聲 不過這邊我還是要稍微戳破一下 我認為就是說以我們政治記者來看 你現在不管是何勝峰也好 或是潘依泉也好 或是謝典聯誼也好 他們都有這個連任的一個危機 因為你如果說你國民黨現在什麼黑 不要說國民黨 以大家現在這個黑金槍賭毒 都不能提名的狀況之下 你何勝峰跟潘依泉 按照現在的標準 他們下一次議長正副議長就沒了 那那個謝典聯的部分 是因為他姐姐下次要選縣長 那地方就是在傳說謝典聯 那個謝一鳳要選縣長的話 他弟弟的議長寶座就沒了 你不可能謝家一個出縣長 一個出議長 這個敢不見嗎 也許你可以創下臺灣政壇史上的第一次 那監督跟被監督都他們家 對啊 所以他們謝家的規劃是謝一鳳去當縣長 那他弟弟可能這個議長就沒了 所以你就說以現在從何勝峰 潘依泉他們下次不會被提名 然後謝典聯下次議長也沒了 那大家現在在國民黨這邊 沒空中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要投靠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如果另立政黨的話 也許有下一個盤算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未來的考計會很忙 因為我最後講 郭台銘從這個從屏東開始之後 十七號張榮衛一個雲林 在臺北幫他辦一個雲林同鄉會 十九號基隆加臺南 二十二號 二十三號在金門 二十八號在高雄 他接下來還有五場 很多 那你說國民黨的考計會忙不忙 我覺得國民黨考計會接下來會非常忙 所以我們看看蠻有趣的 防燃小雞倒戈 下令一定要合掛看板 就是沒有人要掛 奇怪咧 這委員 現在據你所知道 到底有誰跟侯友宜掛了 郭淑惠啊 郭淑惠有掛 郭淑惠蠻早就知道要不要掛 除了郭淑惠 還有誰 郭淑惠 那我先講一下 還有誰 沒有了 因為這個 只有一個 沒有 我就我知道 應該有其他人 就我 卡二屏東黃明仙也有 那老實講 他們是上個禮拜 郭淑惠才在跟這些小雞們合拍定床走 才就是 為什麼這麼晚才拍 因為是沒有人要跟他拍 沒有啦 大家都來了 大家很在意的 像包括陳玉珍他們都來了 全部小雞幾乎都來了 有些請假的人會要下一批